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谈国际新闻 还是有一个关于北溪二号这个调查报告 有了,但是呢有一些新的说法 我们先看一看新闻是怎么讲的 新闻是这样说 北溪遭炸扑洞 多惊人水下无人机拍到这一幕大震撼 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线被炸破事件正在进行调查 瑞典处于安全原因 不愿意其他国家分享其调查结果 与此同时 德国警方使用水下无人机拍摄北溪泄漏处的现场画面 发现一个直径八公尺大破洞 显见其爆炸威力和破坏程度相当惊人 德媒明镜周刊报道 德国联邦警察原本要派潜水员勘察北溪管线损坏情况 但因现场没有深水七十公尺的潜水装备而作罢 于是改用德国武装部队的水下无人机进行拍摄 从照片发现泄露处尽有一条直径八公尺的大破洞 调查人员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只有爆炸威力才办得到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 德国联邦警察已经完成对北溪管线涉嫌破坏行为的调查工作 并预交了调查结果 此外 瑞典处于安全原因称不能与其他国家分享其调查结果 因此也拒绝与丹麦德国进行联合调查 北溪一号二号管线共发现四个地方遭人为破坏 这两条管线各有两个破洞 一号二号天然气管道都各有两条管线 其中北溪二号仍有一条王好未受损 欧洲新闻台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莫斯科能源论坛表示 北溪二号管线炸掉一条 还有一条没有受影响 每年送量可达275亿立方公尺 占欧洲进口总量8%左右 他说随时可以通过北溪二号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现在求在欧盟那边 他们想要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开管线发门 不过在普京抛出橄榄之后 德国迅速拒绝普京的建议 排除使用北溪二号的可能 德国政府发言人们解释 德国不考虑使用俄国天然气 跟管道破坏无关 我们已不将俄罗斯视为可靠的能源供应国 在北溪一号被破坏前已停止输气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 北溪二号于7年9月10日全线铺设完成以来尚未投入使用 今年2月22日因俄乌情史 德国总理肖宣布暂停北溪二号专线认证程序 并于8月8日排除批准北溪二号项目的可能性 好这个就是北溪二号一号被炸的事情 两个信息 瑞典在之前他宣布呢他要做一个调查 调查完了结果出来了 然后宣布呢说不能分享 跟任何国家都不能分享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 那德国呢他们是有一个等于就是潜艇了 下去拍摄了一些照片 发现八公尺那么大的洞 这不是一般的爆炸是巨型爆炸 我们从这个图片上翻到水面上 也看到那个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爆炸 好那这个信息呢就告诉我们 调查的结果应该大概出来了 但是不能公布 这个就说明问题了 我们说一个事情调查 当你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查以后呢 一你可以对外说我没查出原因来 这个呢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调查的时候 他是公开向全世界说我要去调查 调查完了如果没有查出来 你也告诉大家说我没有查出来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查出来了就像前面一些主流媒体所说的 是俄罗斯的自己干的 那太好了那你就公布了 你公布我调查结果是俄罗斯你自己干的 行了这个事情结了 第三调查出来了发现不是俄罗斯干的 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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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因为瑞典他们现在都要加入北约 他们是一伙的 发现这个可能是咱自己人干的 那怎么办呢 能公布吗 当然不能公布了 不能公布怎么办呢 就学蔡甲博士封存保密 盖起来不跟你分享了 反正我调查完了 我不说了 等于没有 那给我们就无限的想象空间了 那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俄罗斯干的 肯定你是知道谁干的了 关键是这是你一伙的人 所以你就不能公开了 这个哲理也很简单 逻辑分析很简单 就是他们自己干的 是谁他不能说了 那你大家去猜想去吧 反正不是俄罗斯 反正是有结果了 反正是知道谁干的了 目前就是这样 那北溪二号呢 一直就没用过 没用过的话呢 现在北溪二号有两条管线 一条已经被炸了 另一条还没炸 因为它没启用 可能当时就没有把它设为轰炸的目标 整个都完工了 只是说你打开就可以 那德国说了 我不要 我不要你的气了 要谁的 要美国的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文章看到 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涨了四倍 翻了四倍 欧洲就是宁愿要美国 涨了四倍的天然气 也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这个事情就可笑了 可见你看这个意识形态帮派斗争啊 受害的是谁啊 受害的不是美国 受害的是整个欧洲 作为俄罗斯有没有什么损失呢 可能暂时 它的天然气 它收不到点钱 但是其实我看有另外一个现象 应该是挺好的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了天然气的合约了 中国现在如果能够大量的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 对中国是好的 好在哪呢 中国过去这个空气污染是严重 严重的空气污染 其实中有一项 就是他们烧煤 在冬天的时候啊 有很多那个小的地方啊 不太发达的城市啊 他们冬天去哪是靠烧煤的 这个烧煤是制造污染的 如果中国它这么多的人口 它的人口比整个欧洲都多 如果整个中国它都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俄罗斯就算不供给欧洲天然气 全都供给中国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俄罗斯没有任何损失 对中国绝对是一个好处 至少它不再用煤了 这样的话呢 它的空气污染就会大大的降低 而且透过中国 它这个管线可以再往南下 可以去越南 可以去东南亚一些国家 所以这个欧洲最后呢 就失去了一个便宜的能源 而去购买一个高价格能源 当能源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整个的商业生活成本 或者叫超级通货膨胀起来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 所以这个事情到今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某些国家 它才不管你欧洲怎么怎么样呢 只要我能弄到钱 你就是冻死了 也活该 我先给你切掉了 今后我想可能 俄罗斯和中国还会再签订 更多的天然气的合约 也就是它可以往中国来 不止一个管线 可以往沿海一条 中部一条 甚至它的西部一条管线 透过西部管线 可以直接再往南下 有很多可能性 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长远看对俄罗斯是没有损失的 长远看对欧洲绝对是有损失的 那普京卖给中国的天然气 绝对不会是四倍的价钱 还是正常价钱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到今天 大概也就看明白了 也就这样了 再往下可能也没什么了 中国可以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把整个这个烧煤的系统全部换掉 这样空气就会好很多 以前我记得说北京的空气特别不好 到了冬天什么雾霾呀这种事情 现在呢他们把一些在北京周围的一些 烧煤的企业都搬走了 所以北京这个雾霾现象呢 已经有所好转了 可是搬走了 它搬到其他城市了 其他城市还有啊 但是如果用整个天然气去取代煤 作为冬天的取暖能源的话 中国绝对是好的 对中国一点坏处都没有 甚至在往北朝鲜 都可以输过去 这个管道天然气呢 我认为在目前在这个地球上 应该是最科学的 那俄罗斯它产这个东西 大量的供给东南亚地区 亚洲地区 这个可行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没坏处 一点坏处没有 你就看人口的消耗量吧 如果再能把这个天然气管道 透过中国再输到印度去 这两个大国如果都用 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话 那够了 那俄罗斯就不需要再给欧洲供气了 他不愿意要就不要了 最后倒霉的其实还是欧洲 这是我的观点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oogle hurting